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前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 也藏着万丈深渊 聪明的 愚笨的 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 在悬崖 在巡峰 云端 在这人世界 让雪花纷纷扬扬 在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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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来坐 王州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 明日商店 询问这些 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 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 天下皆知 文坛太斗 竟在北齐 早些年 独书人甚至以 北齐科考高中为荣 今年虽好些 但要说到文人 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 如今 庆国文坛 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 我 文坛 前些日子 你写的那首《万里悲秋》 被我朝文人评为 当事奇言第一 私底下很多人在说 这一年纪就有如此成就 将来未必输给庄莫涵 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这也太草率了吧 一首诗是少了些 只是我朝判文运 如囚甘霖 司马也当火马医了 那我 你就是那司马 所以明天晚上 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 我和文坛宗师 庄莫涵的见面 也不是让你欲出惊人 你只要行职稳健 这就够了 明天晚上您去吗 明天设宴 是为了鸿路寺和礼部 准备的 我依护部侍郎 去做什么呀 玉皇 我只提你一句 庄莫涵和等身份 怎么可能 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哪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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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夜宴 泛贤一日 烦请庄先生 会此此生命 你挂了红灯笼 叔 这么多年了 我就一直特别好奇 你到底是能不能看见 怎么我挂个灯笼你也知道 连什么闪都知道 我很难解释 我能知道这一切 但不是靠看 新眼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叔 我觉得你一直这么神秘 谁要是敢惹你 一定是自寻思路 走 走 走 咱们话归正题 明日夜间 跟黄氏在起年殿设宴 起年殿 嗯 跟王起年有什么关系 跟谁 王起年 叔 我觉得你不只是神秘 怎么最近思维也这么跳跃了 思维 我觉得 起年殿跟王起年没什么关系 好吧 说正事啊 明日宴席 主要是为了庆祝北齐一役 尘埃落定 也算是件盛事 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找你过来 我不问 你就不说吗 你说得好有道理啊 好 明日宴席散后 咱们夜闯后果 决定了 一场盛事过后正式松懈之事 好 计划不变 我引开洪四香 你入太后庆宫找到钥匙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太后会把钥匙放在哪儿 所以 藩长需要花些时间 她枕头下床板处 有一处暗阁 请要东西都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 小姐当年翻过 老娘为什么要翻太后蛋戈啊 老太太寡居多年 看上去一本正经 不知道私底下 会不会藏些情书 这是小姐当年远话 她就为了看点八卦 就去翻当朝太后的家底 虽然我不知道八卦是什么意思 但你说得没错 没人发现吗 是我替她把的风 你笑什么 千言万语 一时不知如何形容 形容什么 先不管这些 总之最大的难题 老娘当年已经帮我解决了 现在 只要确定钥匙在哪儿 我十有八九能拿出来 盗走钥匙 老太太怕会发现 放个验品回去 你没见过正品 怎么事先做好验品 这个我有办法 好 明日夜里 在这儿等我 好像有人来了 我约的 你约的人 大人 进来吧 深夜叫我前来 是有何吩咐 有个事想问你 大人请问 企年店跟你什么关系啊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那就对了 什 什么那就对了 没什么 自己坐 大人不必客气 我站着就行 大人 我听说您在鸿鲁寺威震 北齐使团 为庆国立下了丰功伟业 明日我会参加夜宴 大人英姿勃发 败将入巷 指日可待 这银子是给我的 是 谢大人 大人 大人 您下回再赏我呀 您赏我银票 银票好藏钱 然后 我要夜闯后宫 大人 您说什么 我说 我要夜闯后宫 然后潜进太后的寝宫 偷一把钥匙出来 当然了 为了避免老太太发现 还要连夜做一把宴品放回去 大概就这么个计划 您这是开玩笑呢 没有 您当真要做此事 是啊 这可是灭门的罪过 应该吧 那这事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刚才说了呀 我得连夜做一把宴品钥匙 得找京都最好的所家 我对京都又不熟 得找个人面广的 你呀 此时要是把我牵连进去 那我也是死罪 你就帮我找了个锁匠 做了把钥匙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 那你就光跟我说找个锁匠 对吧 你干吗要跟我说那么多呀 我本来也想这么说的 但是不行啊 明天 你得在皇宫外边等我 大人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 你就这么信任我 把你的身家性命都交到我手上 我当然信任你了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 帮我只是冒点小血 害我 才是死路一条 此话怎讲 你也知道陈萍萍怎么对我 院长待你如此之 所以啊 如果是我告发你害你性命 那院长 他一定把我给千刀万剐了 我就说你是个聪明人吧 那你干吗不让大人帮你这个忙 有些事大人物做反而不方便 我还能说什么 随便你啊 我认识个好索家 好 让他明天晚上等我 好 从今晚后 你每月俸入再加十两 这可是超加密门的买呢 你就加十两 你不觉得他有点少 不要 不要 下回给银票 什么时辰了 废时了 起年殿那边布置上了 是 一早就开始布置夜宴的事 给我安排个位子 只是为红楼寺和礼布办的 并不是什么大事 安排吧 是 都等不及了 问过了 起年殿夜宴有时左右可以入席 殿下您如此这般吃喝 宴席上又怎能吃得下去啊 这样的宴席 就是喝酒长三哥 怎么可能吃得饱 也是 这样的酒席也是走走过程 殿下您实在没必要特地去 范贤出自的差事办成了 否则应该当面祝贺他一生啊 这范贤 不是已经入了太子门下了 谁跟你说的 不然太子怎么会 让他去和北极使团谈判 范贤这样的人物 太子收服不了的 我跟范贤相见不多 却如意知己 范贤啊 性子跟我一样 不是甘军人下的 好 一定的 哈哈 心里的 不erie 你 这是 mote 你 看我 不愿意 是 庄先生 车架已备好 可以出发了 东西我来帮您拿着 大人 锁江那边说好了 好 喝酒去 范大人 范大人 新大人 真是有缘有缘 确实有缘 范大人 怎么不穿官服啊 不就吃个饭啊 我又不是什么大官 那好 那待会儿我得多敬仙几杯啊 范大人 是 循例盘问 若是有什么力气 可不能带入店内 这要赴个宴还带什么力气 范大人 你听 这个礼月就是礼部准备的 好 针算吗 钢针这么长 不行的 好 稍等啊 现在没了 范大人 咱们走吧 我被刺杀过 谨慎了些 对 该谨慎 谨慎是对的 毒药能带吗 毒药 不行不行不行 范贤 殿下 这 是哪一处啊 别碰 我自个儿调的毒药 宴席里不让带 真不愧是飞街的头顶 毒的死人吗 那当然 给我一包 不成 为什么 我一头陛下跟太子那边出了事 我这儿没法交代 也是 那算了 范贤 这次你立功不小 前景无量 恭喜 多谢殿下 平时多走动 朝堂里我也能帮你些 客气 参见二皇子 你是鸿鲁寺的那个王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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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悟 新齐悟 我记得你是太子那家的 都是朝臣 都是朝臣 以后在太子那儿待得不好了 就到我门下 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了 这下确实没有了 别乱碰啊 这里边好几个 我自个儿都不会解 新大人 想什么呢 你 你说 这宴席二皇子干吗来了 那自然是为了拉拢 像新大人这样的盖世奇才啊 范大人又拿心魔说笑 那二皇子明明是拉拢您 他怎么会拉拢我呢 太子殿下 太子明见 新齐悟对太子绝对是 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改换门庭的 太子 殿下 我作证 刚才二皇子确实有所拉拢 但是新大人是忠贞不二 确实没答应啊 对对对对 多谢范大人 慷慨之言 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呀 放心 殿下没那么小气 是是是 不对啊 范大人 是刚才二皇子说那话 明明是拉拢你啊 那怎么现在反倒是 让您帮我撇清关系啊 都一样 可不一样啊 大人 是 长公主也到了 你这贼子可还有脸再见我吗 你哪位啊 你真有此理 当日行修商人 你居然在这儿装不认识我啊 郭少 哎呀好久不见 你看你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 真好啊 你看你居然敢把我给忘了 慎言慎言 你这话说得好像怨妇 你 你这个恶贼 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都在那心里寄出呢 越发得像了 你 你来干吗 他来干吗 他 我乃宫中编撰 家父礼部尚书 我为何不能来啊 能来能来 马上上菜了啊 郭少叔做 你需要得意啊 范先生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就要亲眼在这个地方 我看着你万劫不复 身败名裂 不 父亲 父亲 这是什么场合 回去坐着 是 全子无状 而请小范大人海涵 你又是哪位啊 你 这位就是礼部尚书 郭优之郭大人 原来是尚书大人 大人放心 令郎顽皮可爱 我完全没有生气啊 到别人 来 警 cle 别坐 我有判了 这边是咱们的座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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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Zahlen 来来来 来来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范大人 走走走走 范大人 郭宝坤也是太子门下 我看二位还是和解了吧 我倒是没事 你看他一眼 慢慢就解开了 来 大人 大人 你真被得打了 这话怎么说的 在下自小熟读圣贤之书 一向客气负力 怎会打人 那头几天在当街 还杀了个北七高手呢 这酒不错 是 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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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邪 哪儿还空着两个位子 给谁的 估计是给东夷诚和北七 两位打架人准备打 北七来了个文宗庄不寒 东夷诚来了谁 这个东夷诚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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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此人为何持剑入国 四顾剑门下 他 向来都是剑不离身 陛下特众的 四顾剑门下 他就是大宗师四顾剑手头 陈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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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你在街头杀的那两个女刺客 就是他的弟子 这次东夷诚 这次东夷诚派使团来 到京东也是为了此事 他买酒吗 这个 倒是没听说 大人何出此言啊 听着像酒的名字 像吗 范大人 长公主唤你过去 有话交代 凑近些 这几日 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 怎么也没个动静 殿下莫及 随时给您个动静 你若发誓效忠于我 我可将婉儿嫁于你 内裤裁权也给你了 还有更多你想要的 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 好 伟大的愿望 一定要试试看 臣定不辜负公主积许 你 范贤跟姑姑倒是相聊甚还 不知道在聊什么 这与我何干呀 太子是想收范贤运门下吧 不如咱们打个赌 看范贤到最后会投靠谁 哎 赌什么 拿命吧 好像 臣开的这个玩笑 不符合礼数 太子殿下 恕罪 好啊 咳 周末寒到了 周末寒到了 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 或是天树 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 数十年来试经著文 著作等身 从某种角度讲 他比帝王还要强大 文道传承 再于一身 老爷子也不嫌沉 若是让读书人听到 定会骂你不遵圣贤 我怎么会承认这话是我们说的 我听说有人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 期盼你终能成就文坛大家的身份 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 好 好了 张先生到了 宴席也该开始了 你也归座吧 臣告退 机会我给你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好 我一定要发现 先把这儿开了 你的表现 是你的表现 机会我按照 你让他山上队 是你的表现 什么事情 他们都好 还是我有事 你会有事 陛下驾到 这边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尽力 陛下 陛下已经到启年殿了 今日仁值的 宫女太监缦系 都查过了 都查过了 都是结婶男 没有可疑之人 金殿之人有没有 有 习近骍之人 有 有 范贤 据禁卫触报 他到齐年殿时 身上带了短刃和毒药 庄莫涵那边呢 庄莫涵只带了一卷旧纸上殿 我的人借机碰我了 里边没藏东西 我觉得 庄莫涵也不是一个习武之人 应该闹不出什么大事吧 云之兰是件上殿的 是 但是云之兰师从似不见 跟庄莫涵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吧 云之兰如果要是初见弑君的话 谁来阻拦 红四乡 红公公就在殿来 上山 红公公 试吃夜宵 火烧 饭协律 范大人 叫你呢 叫我 叫我 叫我什么呀 你是太长寺席旅了 这是官名 陛下 你见朕 你见朕几次都没跪下过 这次以为你还会站住 那岂不是要犯了重挪 看你的眼神 看你的眼神里 恍恍惚惚你还挺贪悲是吧 回陛下 场面如此之大 臣难免有些紧张啊 云之兰 你的那两个徒弟 就是他杀的 我知道 别看他年轻 可有点本事哦 杀我 才算本事 四顾剑的徒弟 就是有点傲气 朕 机会到了 范贤 红卢寺传来折子 说你这次拆事办得不错 大战由你而起 也由你而终 朕不想当众赞扬你什么 来 陪朕喝上一杯 范贤 朕出吴勇之外 亦是文采招人 儿臣便对其失财赞叹不止 近日有听门 与北齐谈判是不卑不抗 进退有度 堪移 大用 大用 直接说 来年春围 不如由范贤主持可考 少年才子提点天下声援 载入史册 获释一段佳话 范贤虽有失明 但是终究资历尚浅了 陛下 范贤资历虽浅 才华难言 儿臣赋议 由范贤主持春围大会 李春围 还有些日子 到时候再定吧 你们都下去吧 陛下 这位少年郎便是范贤吗 庄先生也认识他 读过他的诗 此人虽然年少 倒有些诗才 庄先生要多多提些厚劲 老夫 本是齐国之臣 庄国正事 本不必多言 可这春围考彼 乃是天下读书人 立身之根本 选择主持之人 当谨慎为上 庄先生说的极是 春围的事 确实应该慎之又慎 张先生学贯古经 我一向是佩服的 但刚才的话 却不敢苟同 我虽是一介女流 见识浅薄 却也读过范贤那篇七言 此人是很年轻 但仅凭这首诗 便可看出才气逼人 先生刚才的话 隐隐针对范贤 莫不是担忧 少年郎后来居上 将来名声盖过先生 在座诸位 都是古宫之臣 名学大家 自然不惜口舌之争 本宫不识礼数 却愿意为我庆国才子 说句公道话 是说那首七言诗吗 正是 敢问先生 有哪首诗 能胜过范贤这篇七言的 林锐 殿前修得无礼 庄先生还纳百川 对此等言语 不必在意 风急天高 元孝哀 楚清沙白 鸟飞灰 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不进长江 滚滚来 万里悲秋 常作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 艰难苦恨 凡霜病 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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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 悲 言 真是一首好诗 我写了一生的诗 就没有一首能与之相提并论 这么说 张先生是甘拜下风了 这诗的前四句是极好的 可诗人都说 这诗中最精华的是后面四句 后四句自然是绝句 可惜呀 那不是范先生所写 这诗是范璇抄袭的 是 真也觉得好生奇怪 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财呀 范璇 你有什么话要说 庄先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反正庄先生格高望重 空口无凭说话也算数 陛下 儿臣可以作证 范璇这首诗 是在靖王府诗会所作 当时宫中编撰郭宝坤 也在场可为 人证 郭宝坤在吗 臣在 这首诗 是范璇作的吗 是 这么说 庄先生是蓄意购献了 或是被什么小人蒙蔽 所以才有此误解 说来也凑巧啊 这首诗的后四句 乃是家事当年 由于亭州所作 本来 这样的家具 重现天下 是件好事情 但范公子 却以他人诗作 邀明 这不太妥当吧 文人立誓 德 众与才 这首诗的前四句 范先生文采费兰 自有过人之处 那又何必 举贪名囚禁 要与他人之作 邀取声名呢 我再三地犹豫了 是否将此事说破 可仔细地想想 要说出真相 却也是帮了范先生 迷途之法 所谓 不破不立 从心 立得养心 范公子啊 这也是老夫一片爱财之心 并无恶意 往范公子 自警 范琴 有话可说 庄先生 令师可是姓杜啊 家师不姓杜 那就没事了 庄先生素有尊师重道之名 想来不会以老师之名 胡乱攀扯 但人心难测 眼看后学晚生 声名雀起 心怀不甘 胡乱编造 毁人虔诚 也未可知啊 长公主 你这是怀疑老夫 道师之名 构献后劲 不敢 只是我庆国与北齐不同 注释手中律法 先生若要指人以罪 空口白话 却不足以为凭 嗯 长公主 说得有道理 请看 这是当年家师 亲手所写 这算不算得上 是平均 确实是这四句 是平均 是平均 的 很 可